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财务啊 脑机关窗户了 张得好好听啊 快去穿鞋啊 怎么了 飞进了好多白蚁啊 白蚁啊 我们快跑啊 为什么 因为白蚁会咬人啊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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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师傅 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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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你怎么早就下班啊 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谢谢 是这样有个事先跟您商量一下 你说你说 就是 这个活能不能由我来做 抢我方法 不是不是不是 您误会了 钱我照给 活我干 不是 你等等啊 我爸 就是老马师傅一直跟我说 天底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你不会真的是图莫不愧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是单纯的想刷这个厨房 那为啥安客户一直跟我说 要我小心你一点 让我看见你 让你离他房子远点 他想的还真够周到的 我就跟您摊牌吧 其实安客户啊是我女朋友 小两口那点事您懂的 我们两个吵架 我我我得挽回他呀 所以我就想亲自呢 把这个厨房刷好 给他个惊喜 小兄弟啊 那个前两天呢有个客户 给了我一本新美学 我正好在研究 那个你不要怪我管的宽了 对 马师傅邦邦邦 马师傅我最强的 作为老模 也算是一个公知人士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看那个女孩 她已经非常的反感你了 你还穷追不舍 从心理学的角度 你真是心理性骚扰 那那您看这样行吗 你看不起我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的手艺人 收起来 马师傅 这不这样 我再给您介绍个活 这会儿有技术含量吗 太有了 快点 快点 走你 我要找一下找一下高航的采访 有了 我宣布晋级下一轮的歌唱是 高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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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个人感觉 你的男神玄 虽然没有能够进入下一轮了 不过我听说 已经有唱片公司准备签你了 是的 方便透露一下细节目 他们开出了八十万的年薪 但是我拒绝了 八十万 你拒绝了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想把我打造成韩国偶像歌手 可是 其实我只是想唱民谣 马浮云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到高航的电话 我不认识他 你不是黑客吗 你在电脑上鼓动一下就能找到了 怎么叫鼓动一下 哪有那么简单 再说了 黑客有这么廉价吗 刚才宣布名次的时候 我看你的表情有点失落嘛 是不是想起了谁啊 其实这首歌是 很多年以前 我经常 想要唱给一个女孩听的一首歌 我也不知道今天她有没有在电视机前看了这场比赛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唱歌 方便透露一下那个女孩的名字吧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 接下来您要看到的就是一个惊喜 现在此时此刻出现在屏幕上的就是高航的手机 我们非常希望如果这位女孩 她在电视机里听到了高航的歌声的话 希望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给她 我要不要打 我要不要打 我 诶 余娅 这是娱乐节目 你不要变成收视率的牺牲品 不 喂 高航 是我 余娅 余娅 我 我想在电话里把那首歌唱给你听 我种下种下一个种子 终于长出长出了故事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摘下星星星星星送给你 摘下月亮月月送给你 将明天为你要生气 加园 离高 只得够? 这个是有趣的 游戏 共航军 我 我是你隔壁班的同学 我叫于亚 你可能不认识我 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我来 就 就 就是想对你说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都懂 等我火了 我来找你 我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刚才我们和我们比赛的组委会进行了紧急的沟通 我们的评委们也被这一段真挚的情感所打动了 所以我们现在宣布给高航复活的机会 真的 我可以参加复活赛 没错 余亚 我希望我能尽快见到你 我也是 是什么事 老朋友 你干什么 听到了没有 余亚 你的哭声久久地回荡在老洋房里面 不仅厕所用纸没有了 厨房用纸也没有了 你借酒消愁愁更愁 最后胃窗孔送到医院 不治身亡含冤而死啊 马浮云 凭什么就认为我是炮灰啊 这太明显了 你现在脑袋上就写这三个字 收视率的新生品 你愿意 我不愿意 你还 刚才又给我来电话了 你看 别接电话 来 喂 你好 是我 小心车 马师傅就是这样的啊 随便翻 随便翻 就当到了自己家一样 千万不要客气 好好好 这个您是 小兄弟 马师傅邦邦邦 万能马我最强 对了 你是要刷墙搬家杀虫 还是打蜡灭鼠修灌瓢盆 啊 那你一定是阳台漏水 空调腰下佛梁 你是挖这机挖不动 还是推土机推不动 什么 对对对 马师傅是这样的 我这个小兄弟啊 他刚睡醒啊 我去给他交代一下 您随便看 好 你怎么 帮我拖住马师傅 什么 两天 我把你的家刷好之后 我们两个就能和好了 不是这样啊 我耳朵没有睡醒啊 你说的再慢一点 然后再大声一点 两天拖住PS4 漂亮 马师傅 您刚才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没有听清楚 您能不能再说一遍啊 当然可以啊 马师傅邦邦邦 灌门马 我最强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我的名片 哇 马师傅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让你来呢 就是来拜师学艺的 你知道的 我们对修挖掇机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您知道的 名校呢 只教我们开 不教我们修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 嗯 你学的挖掇机是哪种型号 哇 马师傅 挖掇机还分很多种吗 分的分很多种 哇 马师傅 你跟我一捞一捞 先拖住了再说 反正PS4我死不认账 就说是琳达那天早上梦游好 哈哈 嗯 杨逗逗 你刚刚脑子里在想什么 刚刚你脑子里有肮脏的想法 你想的是事情结束之后 你就死不认账 如果我问起来的话 你就说我梦游了对不对 哈哈 马师傅 我明白了 原来发学机还问这么多种啊 但是现在呢 我有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需要解决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让我帮他一个忙 说事成之后呢 答应送我一台 但是现在他临时变化 说不送你了 那么 现在问题来了 怎么得到你应得的挖掘机 嗯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最重要的是先 堵住他 堵住他 我最讨厌这种欠人钱 欠人东西的人 我吃亏上当太多次了 家里白条多的 能吃火做好几顿饭 剩下的白条还能再烫个火锅 马师傅 我觉得欠人东西不还的人 就是骗子 那你说 我就是堵住他了 他还是不还呢 谴责他 强烈地谴责他 你可以问问他 你不惭愧吗 你不惭愧吗 你不内疚吗 你不内疚吗 你不会失眠吗 你不会失眠吗 然后呢 如果他还不还的话 你就跟他讲一讲 什么是温良功减帐 什么是理性仁一致 百事实讲道理 动之一群 小智一度 马师傅 我觉得您换个职业 更能体现您的人生价值 有技术含量 太有了 什么 要账 好多人还欠的钱呢 您就好人当到底 接下来呢 我们就深入地探讨一下 这个要账这个问题 我就先行一步了 你要去哪 你等等 谁欠你账啊 这 哎 马师傅 就是他 那欠你账的人跑掉了 你很尴尬了 谢 想逗逗 就回来了 家人 之 Shan 你想逗逗 哪 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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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玥 嗯 其實我是一個正常人 你不說我也知道啊 對 你你了解我馬浮雲呢 我這個人很猥琐的 不是猥琐 是委婉啊 我雖然很喜歡女性 但我不是個色魔啊 唉 我想 我還是先回米斯特吧 不是 你別別動 魏本 其實這個內衣呢 是跟很多其他的衣服的感覺 是一樣的知道嗎 哈哈 這個內衣的多樣性 其實跟一個女人擁有很多套衣服的感覺 是一樣的 這是我老公你認識的對吧 對啊 我就是認識你老公 我才跟你說這些的 你別過來啊 你別動啊 你別碰我啊 別動 你別碰我 別碰我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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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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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我可認識你 怎麼搞的 什麼事啊 你搞的 刚好 虞亚 哇 你一点都没变 欢迎光临奥斯卡餐厅 我是奥斯卡王 小马 你已经盯着我们家菜单看了一个小时了 我欢迎语都快说兔了 你到底要吃什么呀 奥斯卡罗 我现在特别想暴饮暴食 但是我要害怕我自己会便秘 因为今天早上 我住的是公司 不是我自己的家里 你知道的 厕所离公司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不小心 我蹲的时间太长了 我的腿就会发麻 我再回来的路上 不小心 啪唧摔倒在地上 正朝这个时候呢 许业的经理看见我倒在地上 尴尬的爬行 痛苦的挣扎 他肯定会以为我是个变态的 你能理解我心里的痛苦吗 已经一小时一分钟了 两分钟了 三分钟 四分钟 五分钟 六分钟 七分钟 八分钟 九分钟 十分钟了 你点不点啊 我点 点什么 我要一份全速的巨无霸 皮特 你份巨无霸 不要肉饼 小妈我跟你说 我餐厅 马夫妍 这个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高行 这个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同事马福云 哈喽 高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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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意思 我能谈谈吗 不行 行了行了 高航 那个 我们赶快吃东西吧 来 想吃什么 呃 我什么都不能吃 因为我要保护嗓子 所以我只能喝牛奶 我喝牛奶 这个 奥斯卡王 两杯新鲜牛奶 奥斯卡王 牛奶 啊 牛奶 牛奶 我 不可以谈一丝吗 两杯牛奶 谢谢 快去 快去 我听于亚说你是 黑客啊 那你这个智商一定挺高的吧 还可以吧 别人考九十分呢 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们可以考九十分 我考一百分呢 是因为试卷 只能最高得一百分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吧 能 能明白 能明白 你找IT的嘛 是吧 那你这个修电脑修手机 什么都挺厉害的吧 谢谢 我都不会 其实呢 这个修手机啊 跟那个智商高低 是没有关系的啊 智商低的人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可以学会修手机啊 相反 智商高的人 他不一定会修手机 比如说霍金 他呢 我一般这个电脑啊 什么都坏了 我就直接扔了满新的了 哎呦 但是这样好像有点浪费啊 不过我现在的手机 都是让你开心的啊 哦 对了 你智商很高是吧 你给我表演一下吧 看下得多高 好啊 来 你会算Log吗 你会练函数吗 你知道 宇宙黑洞的起源是什么吗 如果给你的坐标戏 和一些小点点 你能说出来 这是什么城市吗 你知道中国古代皇帝 这些我都不会 我只会唱歌 你为什么每次要打断我说啊 快一点 你还说话呢 谢谢 好淡啊 口感一点都不好 这是奶粉条的吧 是 你尝尝 好像是哦 这是什么事啊 我看是有些人喝惯了毒奶粉 没喝过这种 不加添加鸡的好祸 所以才觉得淡吧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听不懂啊 哎 小马呀 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呢 喝多了那个毒奶粉的 头特别大啊 对啊 那他为什么头不大呢 哎呀 那可能是因为啊 他喝的还不够多 中毒卫生吧 你死卡王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就这个意思 听不懂啊 雨洋 我们换一家餐厅吧 我请你去吃日料 日料啊 很贵的啊 没关系 我请客 那你不是说 你为了保护嗓子 只能喝牛奶 别的东西都吃不了 所以你吃 我看你吃 你真的是太好了 走吧 这里的东西 实在是看都看不下去 哎 哎 哥们儿 哎 你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妈 哥们儿 什么事干什么啊你 拿稍微走啊 我还不得了 干人呢 走 哥们儿 那你说 我来 当心点啊 你 你老婆的女生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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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马师傅人呢 我还给他带来晚饭 人呢 马师傅携款逃跑了 不可能 我该打电话 你别打了 打了也没用 时间不等人呢 杨逗逗 说 你花了多少钱收买马师傅 这可没有 我是完全因为我们的友情 我才帮你弄这个的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明天早上八点你来验货就好了 好不好 你几点接受这个货的 上午十点啊 我把马师傅送到了 到晚上八点 十个小时了 你连油漆桶的盖子都没打开 我是在等待灵感的出现 又没让你画油画 安民这你就外行了 你不要把刷墙当成一个体力活 它也是一种创作 所以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明天直接来验货就好了 最后相信你一次 明天八点我来验收 安民你今天晚上住在哪儿 我车停在楼下呢 要不然今天咱们就在车里面 凑过一碗什么 去这边买点吃着呀 看看星星啊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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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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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 喂 喂 喂 马叔 不 是我 林大卫 怎么是你 马师傅太忙了 我现在是他助理啊 什么情况 我跟你说 马师傅现在一天就要回了无比单子 比我干半年还厉害 没吵架 没动手 还和客户成了好朋友 你让他接个电话 快点快点 马师傅现在忙着收徒弟呢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我传达给他 那他有没有会刷墙的徒弟 刷墙多简单啊 找个刷子随便弄弄不就完了吗 马师傅不收徒弟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还有啊 如果PS4我最后拿不到的话 你知道你会面对谁吧 喂 喂 我这信号不好吗 行了 别装了 我这边听得很清楚 信号很好 喂 喂 刷墙还要用刷子吗 广告里不就是 坡在墙上的吗 不住留μα酒吧 筑唱水平 你又把破极得准的法妹啊 什么东西 我跟你们说 刚合乱使你们拦住我 我肯定把它毁容 算了吧你奥斯卡王啊 明明是我们拦着他把你毁容 不对啊 你好已经毁容了 你说今天渔亚 我跟你说我那是九叔战阵 不然肯定把他抱成渣 你说渔亚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那是他高中同学 他们在很久以前就 对于唱歌的人来说 同学的意思就是果 懂吗 我知道呀 果就是漂亮的女孩的意思 因为今天高行你就 错 果的意思就是 头怀送抱的女孩 果呢又分大果 小果 人参果 绿茶果 别说话了 奥斯卡王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 就是一直表达你的态度 不被人打断 这本能啊 男人受罗的时候就瞬间反击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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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王 你可以教我吗 你要学打架 不是打架 是打断 说话不被人打断 这还不简单 这还不简单 把头买一点球 这还不简单 啊 啊 什么 二 我 一 一 三 人 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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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你废活量不行啊 才十秒钟啊 我屁了吧扑啊 干什么 叫我游泳啊 你有病啊 哎呀淡定淡定 这是为你设计的心理暗示 十秒钟喘气 小马你就想象 你现在是一条生活在水底下 很可爱的小鲸鱼 然后呢 你只有浮出水面的时候 才可以讲话哦 但是浮出水面的时间 只有十秒钟 所以讲话必须要说重点 浩斯科夫 你的这个理论有一个天大的bug 怎么 如果我是生活在水底下的一个小鲸鱼 我浮出水面我就想呼吸攻击 我不想要说话呀 再说了 我 我想要说重点 再说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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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这个技能真好 漂亮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来 现在 把要说的话想好 我们再来一次 那 等一下 可不可以先换盘水啊 不好意思 忘了是刚洗完菜的了 这难道就是结局了吗 孩子都是我不好 都是因为我 我们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白痴 希望不要这么说的 都是我说要吃木头 我们才会来到这里呀 但这个地方是我选的 我带你掉入了这个陷阱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带你去一个只有木头 没有人类的地方 然后 我们 跟上很多很多的小卑鄙 我快不行了 就让我先走一步吧 孩子 你要坚持住 大门就离我们不远了 来 快站一下 我来抱你 快 来 这里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也没有体力了 看来 这里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了 太游娜了 太游娜了 味道好大呀 机会来了 对 孩子 快 大门就在前面 我们快走出去吧 快 啊 可是我走不动 你没存在进去 我 快 我们只要吸住它 我们就可以活得出去了 快 快 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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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哪儿呢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呢 我们现在在他下榻的宾馆楼下的咖啡厅里面聊天 有什么好聊的 那么多年没见 当然也有好多话要说了 对了 你帮我跟奥斯卡王说一声 我咬了他 不好意思啊 奥斯卡王没空 他在教我学游泳呢 啊 你到底跟高航什么关系啊 同学啊 你 行 他是不是跟你表白啊 你也觉得他会跟我表白啊 我现在可紧张了吗 他是不是要留你过夜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十万个为什么 因为他就把你当成果了 他确实是说我比以前漂亮了 嗯 哎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挂了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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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李亚 嗯 你知道吗 比赛其实到半决赛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唱片公司 想花年薪八十万签我了 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签 他要签我就签啊 八十万又不是什么大数目 再说了 他又没有唱片分红 而且最可笑的是 你知道他要把我打造成什么吗 要把我打造成韩国偶像歌手 嗯 你知道现在什么最火吗 不知道 民谣歌手 Country Music 那你不是一直都唱民谣吗 对啊 所以呢我已经跟另外一家唱片公司 谈好了 只差签合同了 嗯 那你以后还会自己写歌 自己唱吗 当然会了 这是我的强项 而且你想想看啊 这个唱片市场这么多歌手 有哪几个歌手形象又好 又会自己写歌 而且能够自弹自唱 这是我的杀手锏 比那些在台上只会瞎蹦乱跳的歌手强多了 只要能够听到你一直在唱歌 我就很开心了 嗯 除了这个 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啊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跟你 对不起啊 是不是 你又干什么 你呀 给我这意思 就是主动对歌手 不会动放超女啊 我早就知道了 啊 那你跟高航在一起干什么 他就把你当成火了 我乐意 呀 你疯了吧你 你在哪个面馆的咖啡馆 我就接你好不好 啊 我们已经不在了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房间 哇 在他的房间 看黄浮江的夜景 实在是太美了 哎呀 房间里面还有手工点心 还有二二年的马肥 嗯 好好喝哦 余娅 你没必要让自己 嫌得这么廉价了 我本来出身就不高啊 余娅 你千万要冷静 哎呦 被黄浮江的这个小风一吹啊 我的头有点晕晕的 哦 实在是把持不住了呢 不说了 拜拜 喂 余娅 啊 啊 啊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啊 啊 那个那个 呃 我们 要不然回房间吧 回房间干什么 洗一洗 不是 涮一涮 这 他一擦 啊 啊 而且 我还可以答应你 帮你实现你那个小小的愿望 走 哎哎 我的愿望就是可以一直安静地 听你唱歌 然后呢 没了 哎哎哎 你现在就给我唱吧 好吧 走 走走走走 你 你的愿望就是听我唱唱歌啊 对啊 这就是我执高时最大的愿望 什么错愿望 高航 啊 啊 你谁啊你是 高航你不认识我了 我不认识你 谁啊 你说我等你火了你会来找我的 对 对 不认识我 那个我我我还没火呢吗那个 这我经纪人 经纪人 现场直播的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手机上线了 我问你 你跟多少女孩说过这句话 我没有跟多少女孩我去跟你 高航 高航 他们是谁啊 你们是谁啊 你这是谁啊 你们啊 他们是谁啊 我是谁啊 我是谁啊 米老师 你终于知道果是什么意思了 开 余婉 别露吧 别露吧 搜初 你不要干嘛 他给我抓着我 打工告成 就差安敏雷燕收了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人家吃得好饱啊 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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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你的味道好好走 是啊 那我们走吧 饱饱呢 饱饱 那没关系 他会刺激承造 饱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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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蚁 怎么办 我可怎么想把你交代啊 干嘛呢 干嘛呢 看我戏了 快快快快 今天是我们的复活先战淘汰赛 刚才我们已经欣赏了黄婉婷 为我们申请演唱的 在我的RAP里 接下来要登台演唱的是 上一场因为你有打进电话 而成功复活的高航 你不是说不打脸吗 不是我 我答应过不打脸的 这也叫不打脸啊 不 我跟你说 你就是个十八线澡堂艺人 你知道吗 你除了会出澡 你还会什么 我这个手高航 乖乖 你个表情 很荣幸又能再次回到 笑 笑什么啊 有什么好笑啊 忙 忙什么好忙啊 台 台什么好台啊 我跟你说台都不爽了 你知不知道 你生这么样 所以你丑什么丑啊 台什么来的忙什么忙 你是不是冲凉了 我跟你说什么都不爽 我七成五台来的 酒 谢谢啊 怎么样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这样的 我在装修的过程中呢 发现你有很多的家具啊 非常的陈旧 于是乎我就全都不得换了 你不要多想啊 我这个人呢 比较完美主义 我又比较注重这个整体效果 所以说 你看看这个沙发 都是真皮的 你看这个桌子 你看看这个墙 是不是完美爆了 杨师傅 你干活这么卖力 我得给你多少钱啊 提前多上感情啊 安明 你有没有对我 重新燃起爱意 那你现在这任务都完成了 你可以走了 安明 你舍得让我走吗 看这是什么 什么 这是我在HBDIY上定做的 情侣手机壳 于亚呢定做的情侣衫 获得了网上的点赞前三 我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嘛 你看 你一个 我一个 这样我们两个 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路过你们家的时候 我看到马夫营的窗户打开了 好像有很多东西往里飞呢 窗户 又是白蚁 杨逗逗 杨逗逗 又没有打印纸了 去美斯特拿呀 那键盘也坏了 去美斯特拿呀 逗逗 怪不得你不长胡子呢 你脸皮这么厚 你胡子也长不出来啊 我们好意思去美斯特拿 他们好意思给吧 就是啊 我们所有的办公号 才都问人家美斯特要 我们就跟搬仓鼠一样 搬仓鼠怎么了 不怕告诉你们 为了给安米换家具啊 我把我妈那套房子里面 能搬的东西全给她搬过去了 换句话说 美斯特就是咱家啊 去吧去吧去吧 杨逗逗 妈 有什么情况啊 你说什么 把我家能搬的都搬走了啊 你你还没吃早饭吗 吃什么早饭 你这小猪子 你干什么这么暴力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小猪子 你干什么 逗逗靠得住 母猪能上树吗 小猫 我还想问啊 当年你们家那把被白蚁 作为根据地的梯子 后来怎么样了 别说了 那东西啊 太危险 我让豆豆给扔了 杨豆豆就知道乱扔东西 我呀 又给捡回来了 什么 你又给捡回来了 对啊 扔了多浪费啊 我呢 又在外面耍了一层气 然后在网上十块钱给卖掉了 奥斯卡王 这个梯子掉漆 你可以扔掉了啊 这个梯子怎么这么眼熟啊 怎么这么像我们那个梯子 是什么你们的梯子 这是我上网买的梯子 而且就算是你们家的梯子 过了这么多年 白蚁也早没了 不要那么自信兄弟 白蚁的繁殖能力很强的 说不定当年啊 在里面繁殖了很多后代 因为当时呢 有游戏挡住了 它出不来 现在游戏都掉了 保不息就出来了 这这这 看来十块钱的小便宜 也不能烫的 归零 运用时专注的样子觉得好帅 镜子前浪一下领带看上去好酷 套住信用卡随便去刷刷 一定认为很惨把家一挖 可即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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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归零 归零 跪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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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 装出成熟样子超有男子气概 我化身为艺术家太有神秘感 我假装热门断自首 朋友圈的人气网 真的特别幽默 几巧加一万 可即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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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迷迷糊糊 哎 归零 归零 跪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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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成了人生的会计 好坏都来有数次估计 哪怕是在简单的时期 成败能不能靠起孙计 别用战战尘出的游戏 检验爱情游戏的难题 难为别人难为你自己 不如归零 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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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忙 我唱你唱 神经描酸 阿语我诈 做数字的努力 用数学和乱关系 爱 爱 爱 一旦成了人生的会计 好坏都来有数次估计 哪怕是在简单的时期 成败能不能靠起孙计 别用战战尘出的游戏 检验爱情游戏的难题 难为别人难为你自己 不如归零 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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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零